其實除了剛剛那兩首歌 我知道你在19和2022年都分別出了一個歌曲 而且裡面還有很多翻唱歌 我知道唱翻唱歌是很困難的 而且很多朋友都覺得有種感覺先入為主 原唱是比翻唱更好 但我個人覺得翻唱會有第二個味道 會有第二個感覺 你可否跟大家介紹一下 其實你也說得很對 我很認同 因為1919年看起來又遙遠又近 因為這首歌曲令大家認識Conny 亦是出道的處女作 其實多其時得到這首歌曲的機會 我真的覺得很開心和感恩 因為在我以往的表演裡 亦都很多時候是唱一些翻唱歌曲 唱一些不同歌手的歌曲 所以我都會聽歌的時候 會聽很多不同的版本 可能同一首歌我會上網問 有誰唱過或有男生和女生唱同一首歌有甚麼分別 所以在這首歌的時候我都選了比較多的男生歌曲 因為我覺得由女生去演繹男生歌或男生去演繹女生歌 感覺是感覺很不同 其實在翻唱的時候 他都挺有趣的 因為你原唱的時候 你已經先入為主 知道原唱場成怎樣 但是當你去翻唱一首歌曲 有一個全新的編曲 或者是你用自己的角度 可能你現在不是一個男生 而是一個女生去演繹這首歌 但你會用一些甚麼感情 那究竟用一把女生去演繹這首歌 大家又會不會感動呢 或者是聽著一個不同的編曲 會不會將另一個意境帶給大家 所以我覺得這是翻唱歌的一個有趣的地方 其實我覺得是一首全新的歌曲 是呀 真是當新歌 即使是背景音樂都已經再換過 是呀 整個編曲都轉了 其實我也很開心在這首歌裡 尤其是我想說天下無雙這首歌曲 我收到很多朋友當時覺得 這首歌完全是把它原裝的編曲全改了 是一個藍調的風格 即是聽 覺得是一首新歌 即是當新歌來聽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鼓舞 因為其實陳奕迅的歌不容易唱 她也是我的偶像 我也聽很多她的歌 很漂亮 可能大家會被她的影子影響著 以前玩歌唱比賽的時候 很多人唱她的歌都是很模仿 或者是有個陳奕迅來了 或者是有個張學友來了 你會覺得是否越似就越好呢 在我角度我希望是用一把自己的聲音 去演繹一些大家很熟悉的歌曲 但是聽上去覺得 咦 這個是誰來的 這樣的 我覺得令到有一個衝動 令大家去找這把聲音是誰 我覺得這個是翻唱的價值 我當時真的什麼都不懂 是用一個很直接的方法去唱 當時沒有經驗 因為以前都是一些唱Live的經驗 但是一走進去錄音室 我發覺全部東西放大十倍 因為你所有的呼吸聲 吞一下口水 原來都是聽得很清楚 我開始發覺原來錄音和唱Live 真的很不同 其實在錄這十支歌的時候 我真的學了很多東西 不是行貨的 是真的發覺原來你要去唱一支歌 可能你對著咪的咪距 如果你太近 可能聲音會比較密 或者是很容易噴到咪 但是如果你站得很遠 可能你的張力又不足夠 所以變成在咪距 或者是你用一些chess tone 或者是一些head voice的時候 你要怎樣運用呢 亦都是在錄音時候 比唱Live廣告很多 變成我在錄完這支歌 我的開心就是 我發覺自己唱歌真的進步了 亦都令到我有個信心去 除了想自己是未繼續走Cover歌這條路 還是唱一些大家未聽過的歌 就開始創作多了 所以在這支碟之後 到第二支碟中間 我就做了幾支原創的歌曲 看看如果自己唱Cover我都夠信心 如果原唱我已經是第一個去演這支歌的時候 我應該怎樣去唱呢 所以在這支碟中 我也要多說一些 因為做第二支碟的時候 真的比較辛苦 整支碟我都想說 這支是全自知的支碟 一來我要從2019年到2022年 如果很努力 要工作 去儲錢 因為做音樂真的很不容易 其實每樣東西都是成本 因為我們音樂都是創作 其實他們都是要 因為創作這件事 不可以說很便宜 不是這樣想 它是真的有它的價值在 變成我們每一件事 我們不要說作曲填詞 或者是一些實質的東西 錄音、混音、編曲等等 整個過程我都一直是參與在裡面 為什麼這支碟叫做Infinite 就是想說 其實創作和你的夢想是無止境的 你可以是沒有界限 沒有Limitation 亦都是在這支碟裡 我創作了一支自己作曲填詞的一支原創歌曲 叫做夢幻無限就是這支碟 一個主打歌曲 亦都是說我自己個人都比較天馬行空 喜歡發白夢 喜歡想像 亦都慢慢開始對創作越來越濃厚 有興趣 當然我不是一些很厲害的作曲人 還未足以令到我的作品 有人想拿來用 在這個未有人用之前 我自己先用 所以我就將我的原創歌曲 和新的一些翻唱精選 做了這支碟 是見證著自己的成長 在2019年到2020年 去年唱歌之間的一些變化 亦都希望聽眾可以聽到 Cony的長大的成長 在唱歌方面 或者是整支碟的製作 我都在以往的訪問 我都說 其實我整支碟都自己有去參與 亦都想說 有些歌曲 真的當新歌那麼長 例如《一人之境》 追憶這些歌 大家都聽了很多 追憶林子祥 你會聽過無數次 我又覺得 如果以一個很天真浪漫的小朋友 心態去追憶童年的回憶 會是怎樣呢 另外除了一些那麼舊的歌之外 不要說舊 是經典的 歷久常生 歷久不須的歌曲 我亦都選了一支 一人之境 就是一個很新的歌曲 林家謙的作品 為何會選一支歌 亦都是覺得自己平時做創作者 就是一個人 自己會拋賣 或者戴著一個耳筒一天 聽不到外界 就是一個很自閉的環境下去做創作 但這個創作能夠很享受 沒有人騷擾你 沒有人去理你 就是自己和自己拍拖 自己和自己工作 拍拖的一個享受的狀態 亦都用了一個Jazz的風格去呈現 亦都希望大家可以當作新歌 因為這首歌實在太受歡迎了 所以我都其中一個很喜歡的樂迷 去聽這首歌 這首歌真的有血有汗 我自己覺得 作為一個歌手 一個創作人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經歷過辛苦 但你見到製成品 你就覺得所有辛苦都值得 因為實體碟是很有感覺的一件事 因為現在Digital的市場很大 但我們都很容易接觸到不同的音樂 打開一部手機 你就可以全世界的音樂都聽到 但你是否真的觸碰到它 摸到它呢 一張實體的碟 對我來說 尤其是我自己都比較喜歡收藏一些舊物 小時候可能坐油票 坐貼紙 坐毛公仔 我很喜歡摸上手的一個質感 所以我自己都堅持做一個實體的歌曲 我覺得這是一個禮物來的 例如我見到朋友送給你 你會拿著這隻碟 你會摸得到 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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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覺得算是一個念舊的人 摸到一個實體的碟 你可以摸紙的質感 或者是可以揭開這個動作 或者是你拿一個CD出來 放在你的手機上 有些動作上的東西 我覺得是有儀式感 有儀式感 有儀式感 還有你會有一個動作 你會更加記得這件事 對 再說回這兩隻碟 其實所有歌曲都當作新歌 謝謝你 完全是跟以往原唱是很大分別 而且是好聽的 謝謝 其實我也擔心 因為現在的樂迷很厲害 他們會聽很多細節的東西 也會聽很多音樂 聽很多不同的版本 很多原唱 豬肉在前 他們可能會覺得 為何要聽你 我覺得 在這方面 我也希望可以繼續努力 令大家聽完這首歌 再去找這把聲音 希望可以 這個感情 可以觸動到聽眾的心靈 這就是歌者想表達的訊息 和唱歌對我的意義 或者是 是否真的可以唱到大家 唱一首歌 或是唱一首感動的歌 你們是否真的會觸動到你們 去 溜到你們以前的一些記憶 令你們是否真的會起雞皮 會哭 如果大家有這個感覺 我想我就會覺得 這就是歌者的使命 這兩首歌 其實我最喜歡那首是後門的任何 第一首歌 我要代Cusson 多謝你了 知道這首歌是你原唱的 亦是第一首歌的原創歌曲 為何在這首歌中 會有一首原創歌曲 作為一個歌手 《太陽之歌》也可以說 是一個廣東話版和國語版 當時我覺得 在一首歌唱大碟中 我可否擺放自己的原創 當時我還未出道 作為新歌手出道 讓大家去認識 也很想有一首歌 是屬於自己的歌曲 我邀請了我的好朋友 是屬於美士的一個很厲害的音樂人 叫Cusson Fone 大家都認識 幫我做了後門會一號這首歌 這首歌其實就是 當你一直堅持你的夢想的時候 你可能中間會有一些難關 或者是挫折 未必時時都可以很高能力的 除了開心的一面 可能你不開心的一面 或者很失意的一面 你未必想被人看到 但不代表沒有 但那段時間是很需要支持的 而後會不會支持著你的人 去支撐著 給動力和信心 讓你繼續走的一個角色 所以這首歌是感謝他們的 而《太陽之歌》的國語版 它是更加溫暖的 因為當你支持的時候 我就會想起 令你溫暖的就是太陽 所以國語版就是拿了太陽去命名 好了 我們說了這麼久 不如我們說說你現在或Journal有甚麼動向 首先大家都知道 做音樂也很艱難 這段時間我先做著老本行 唱一些商業演出 教一下唱歌等等 希望可以儲到一些錢 再做一些好音樂給大家 這段時間我都有創作 而且寫了一首歌 接下來會參演一個微電影 很快在年底或明年頭 大家會在微電影中 聽到我自己寫的歌曲 而這段時間很有趣 我和一些有信仰或靈性的朋友 經常會說一些平衡宇宙 或靈性的話題 不知為何一說這些話題 就好像天氣會給我一些創作的靈感 我這段時間都在自己慢慢去創作一下 我又不是很急 因為我覺得緣份到了 即是有靈感我就寫一下 如果沒有的話 我又覺得可以先做其他東西 即是佛系那種 創作來講 都在創作 我覺得這個是很真摯 而我又不是一個純創作 而是可以做到職業的人 當然我自己能力有限 所以我又會很強求 我一定要為寫而寫 如果天氣會給我靈感 我便會記錄 其實幾個原創歌都是這樣做的 我發覺這是最直接的 天氣會給我甚麼信號 或是給我指引 我便會寫下 希望這個是可以 我是一個傳遞 將這個訊息給聽眾 最後真的唱得好 謝謝你 很害羞 這樣說 好了 我們談了這麼久 你覺得這個環境如何 這個環境真的很舒服 剛才我都喝了一杯很棒的花茶 我知道其實這裏都是在大埔這裏 這裏好像在大埔這裏 大埔藝術中心 我來到這裏給我第一個想法 給我第一個想法 就是你可以在這裏搞一個小型的建築 我覺得可以 老闆是否可以 我都希望可以再來到這裏 和將這裏這麼好的地方 分享給多些樂迷 鼻子我帶在這裏 是大埔藝術中心的Shedam 2 Shedam 2 即是Love You的意思 對 對 希望可以和歌迷有些聚會 可以分享一些我的音樂 或者和大家互動一下 見面 唱一下Live 好了 今天的訪問就到尾聲了 我們很感謝Conny接受我們的訪問 以及Shedam 2 借出地方給我們做採訪 大家記得留意Conny的最新動向 有微電影和新歌 謝謝Mask 也很感謝Music Union的觀眾朋友 希望很快會見到你們 好了 see you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就記得給個like comment 以及subscribe 我們的channel 按下旁邊的鈴鈴 拜拜 see you